大家好 我是湯磊熊 Kimi 今天為大家介紹新動員汽車版塊 最新消息是Tesla再度減價 今次減價的對象是香港 Model 3和Model Y的減價 有消息是最多可以調整到14% Tesla在亞洲區減價宣布在中國和日本 現在已經連香港都要減價 會否令新動員汽車股價再度向下 Tesla股價由最初股價大跌 最近好少少 終於上升至180美元 還有動力上升至200美元 當然現在這樣看法 現之上早 但這個減價戰 只不過會令其他新動員汽車版塊 同步進入減價方面的模式 如果在中國我們所說的 一些新動員汽車公司 包括衛來汽車 有小鵬汽車 理想汽車和比亞迪龍頭 比亞迪龍頭 比亞迪去年交出成績表非常好 而且賣車的銷售數據也做得很好 比亞迪最近出了一架最新的新動員汽車 整個形象都好像跑車一樣 而且市場反應非常好 不過剛好有狀性壞消息 3月31日巴菲特有再沽他貨 所以在新動員汽車版塊出現兩大不太好消息 Tesla在香港Model Y、Model 3減價 3月底時巴菲特有再減前比亞迪 確實會令整個新動員汽車版塊 短期內有下行空間 另一個不太好消息 就是看回李宣電池價格 中國的李宣電池價格 在過去一年都持續在低位 不過今日最新的消息 就是李宣電池價格再度下挫 所以港股的兩種李宣電池代表 就是1772供風里業 和9696天齊里業的股價 亦繼續承接向下 之前都見到高盛將這兩大李宣電池股份 股價再度削減 因為都見到格格很難有反彈的空間 你想想一些電池箱裡面 他們現在見到如果一些下面的 一些下線的新動員汽車公司 都已經進行削減 減車甚至在內地出賣1送1 明顯是庫存仍有 他們還要清庫存 你對於一個新動員汽車上游的李宣電池的要求 或是他們的需求 就會有削減 所以價錢很難再穿上去 所以短線之內 暫時都不要撈底住一些李宣電池的板塊 甚至新動員汽車的板塊 短期都是有回調的空間 特別是要看看Tesla這個減價戰 會不會令到一些其他中國的新動員汽車 都會在香港方面減價 特別是比亞迪 其實已經進軍了香港的新動員汽車市場 大家可以留意它會不會 都進行減價 進行一個比較大一點的調整幅度 如果真的繼續有減價戰 但內地在去年已經結束了 新動員汽車補貼的政策 而如果地方政府不繼續有支持政策的話 就會對新動員汽車有比較大一點的壓力 大家就要留意了 另外有消息說 在商務部最近可能會商討 會不會對消費性的板塊 甚至汽車板塊有扶持方面的政策 看回去年內地已經結束了 新動員汽車補貼方面的政策 所以有不少的新動員汽車公司都要自救 他們可能推出減價戰 就是寧願犧牲無利率 就是以多貨來促銷去付存 但如果內地真的沒有補貼政策的話 始終都會對他們的經營性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都會期待 商務部如果真的有一個 新動員汽車補貼政策 或者消費板塊補貼政策的話 就會有機會為新動員板塊 帶來一線比較大一點的汽車股傳機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的話 可以在我的秒頭Group KIMI買股必勝法 轉 現在 轉 好 暗